其實你是一個很有創意的學生 如果你把你的創意放入你的學業 我相信你的學業是非常之好的 大家好,我是Brian B B佬感恩凡堂第一百一十六 大家好,大家好久沒見了 但休息了幾天,人也很累 好像沒有休息似的 在這裡要跟這位朋友說一聲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Low Bab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了… 都是池內的祝福 生日快樂 我稱呼他為劉寶貝 劉寶貝,謝謝你… 上星期就是你的生日 我記得你在生日當日的十二點過後 你突然說 Brian,我想報告一些愛心餐 給老人丸和孤兒丸 合得這麼巧 今天送過去這六十五份的愛心餐 得性之家 除了有一群老人家,也有一群兒童 在你生日期間做了一個 這麼有意義的事 多謝你 好了,事不宜遲 我現在就… 這六十五份… 大雞腿 這六十五份就要馬上馬上送過去 得性路人之家 因為他們四點半就吃晚餐 好,我們現在出發,拜拜 OK 已經將這六十五份的愛心餐 現在就送到Jalambu中的得性之家 多謝,在這裡要多謝 哪位呢? 多謝剛剛過了生日的這位劉寶貝 多謝你,報告了這六十五份 給一群公公婆婆、小弟弟妹妹吃的愛心餐 多謝你,做你夢想成親身體健康 最重要是找多少,賺多多 好啦,在這裡亦是說回前幾天 我看Facebook看到我們的陳鋒先生 陳鋒先生是我們馬來西亞 一位很著名的電台DJ 所以我看到他Facebook 貼了一個文章 那裡寫了一個標題說 在你這個人生 有一個人說了一句說話 影響了你整個人生 那個是誰 嘩,我突然看到這件事 很有感觸 所以平時我不會答爹 在這些Po我是不會答爹 因為裡面有很多人在裡面說話 甚至說廢話 我知道陳鋒先生也很麻木了 所以我就唉… 所以我答爹,我是很正經地答爹 其實影響了我這一生是一位無私 以前我讀中學的時候 經常是徒學的 特兒一對他們有一定的 然後有時間我 gustaría 回來學習 好久沒有去報道 就給了一個沒人 叫他 就叫我宣傳 我相信你的學業是非常好的 給我回想 就想到如果我將創業再放在我的徒學那邊 我真的會變成徒學威龍 不知為何他給了我這個點 我到16歲的時候 我讀到一半就自己畢業 不是畢業 自己畢業就把這個創意放在工作上 這個工作是什麼呢 就是我的唱歌 所以我那時16歲已經慢慢踏入舞台 直到我現在44歲 因為我不停不停把所有創意放在工作上 所以在這裡想跟大家說 在這個疫情我相信有很多朋友 已經轉了形式你們的工作崗位 其實是不重要的 其實每一件事不是沒有出路 只需要你給一些創意 努力去做 一個月不行 兩個月不行 三個月 四個月 五個月 六個月 我現在不知不覺我住這個愛心餐和送外賣 已經是做了一段時間 現在駕駛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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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駛 而且你的容心相信每一件事都會做出一個確定性 所以奉勸大家 希望在疫情轉了行不要緊 用心去做 我祝大家在這裡有一個很健康的身體 去創你的新事業 新方向 新血路 OK 我就不跟大家說這麼多了 希望大家創業成功 抗疫成功 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予以夢想成真 找多少站多多 OK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